以为说它下一个储存格,像这个储存格里面 你看到以为,所以特别是以为跟实际上的,你应该要看上面这个地方 才是它真实存在以Sale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真实资料 虽然你底下看到它是有月跟日,但是实际上它里面是有年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抠过了,我看一下,是不是后面,它好像月跟日 对,这个好像还有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会误以为说它上面的这个,这个年是不是 它底下的,所以它底下的那个年 应该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能还是要改一下 因为它会让我误以为说 它这个资料是正确的那个有年的讯息 但实际上好像不是 它只有什么呢?它只有月跟日是正确的 那个年好像是错误的 OK,所以刚刚同学有提到说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就是你call的时候 那你就不能说直接call它原来的那个 所以这个可能要重新再下载一次 我把它clear掉 OK 所以同学 有些地方可能没有特别去看 还是会遇到一个盲点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用刚刚的方式 我看一下 理论上因为我没有特别在往下卷动 如果往下卷动你会发现 这个我把蓝宽拉一下 它变成说它底下的所有的年都是错的 如果你要修正这个年是错的话 当然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说我要放的这个资料 应该前面就是它的年 然后再去串后面的月跟日 才会是正确的 正确的结果 再去把它格式化 所以呢如果说刚刚那个三 这个啦 复制日期的话 那我们就变成说我要正确的话 所以我理论上应该 OK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正确的话应该是把这个的月跟日 串上面的年 这样才正确 所以如果我要串的话就是 我要把 这个的 新的资料就是它的年 所以这个原来的资料 一样可以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串一个斜线 变成说我要串一个斜线的部分 所以AND AND一个斜线 或者是说甚至我可以可以去抓什么 干脆去抓这个后面的资料把它串在后面就不用串斜线就是 串这个后面的资料 那有几种方式啦 你可以用format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下面的日期当成一个字串 那你可以算它的数量 你可以从第几个字 我们可以用mid也可以的 假如说我要能够前面保留 然后后面的话等于是第五个字 取后面所有的字 或者后面几个字 后面是 六个字 那所以如果我要串后面的资料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可以把 它 这个下面的资料 外面呢 再加一个 这个斜线就不用了 把它AND什么呢 那加一个mid mid是切割 我把它当文字来切割啦 然后呢 就是它这个资料呢 逗点 第几个字开始 我要的不要它黏 那我要它黏后面的这个斜线开始 所以呢 从第五个字 西元年嘛 下一个字 OK 然后 逗点 要几个字 六个字 OK 当然如果你这个 字数如果会超过六个啦 你可以打大一点没关 因为如果超过那个数量 假如它取不到那么多 它会取最大值 OK 那我们后刮弧看看好了 OK 另外 那个移层也有用那个format 其实那个方法应该也是OK的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是这样的方式 那我还是建议啦 如果你没把握 你可以先复制一个工作表 因为它没有办法感受自己 OK 那我们来跑跑看 基本上就是 我基本上把后面的资料抠过来 OK 然后把它格式化一下 因为它抠过来之后会 会是 那个长度不足嘛 把它格式化一下 那这个时候看到的结果 那就会是OK的 那看一下 底下啊 因为刚刚看到底下的黏不对啦 所以底下全部执行看看 那 瞬间基本上跑完 那刚刚的底下的黏不对 那现在看看底下的黏对不对 2000 那我刚刚应该要删掉的是 这个两 这个有 那底下因为我刚刚漏删除那个 所以 要先删除那个日期才对 所以这个我再把 复制过来 所以要先删除 那个日期 删除完之后再复制 否则的话 它顺序不对 因为我step3 然后最后的话呢 蓝宽可以调整一下 那底下应该这样看到的结果 应该就是OK的 20 这是2022年的 2000年 那应该没错啦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能就修正一下 把那个刚刚 这个地方 直接 原来这一段 call过来 我把它改一下 就是 先串它前面的黏 再串它后面的那个6个字 把它串在一起 好这个第1个啦 第2个如果你要删除列的话 那如果说 我要快一点 我刚刚提过 几个方法 就是你不要用逐一逐一删 太慢了 所以很多时候程式 逐一逐一 做 效率不脏 所以我刚刚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排序 所以第1个我先怎么样 先把游标放在 特别号上面 资料里面 立到 A 然后 Ctrl向下 那我只要删除什么 删除 这一个向下追踪的列 加1 然后到哪里呢 其实甚至你 你就是删到最底下也可以啦 就是把底下全部删掉 也OK 如果你不想 就是 再去抓 的话啦 不过如果 你想要删除 应该是从这一列 Ctrl向下 到A1向下追踪的这一列 然后把它 删掉 那这个地方的资料 就不见了 那如果不见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 再让它重新排序一下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Ctrl向上好了 OK删到这里 然后我可以 假设我用 先锁动的方式 先删一下 那全部把它删掉之后的话 我再 让它按照什么 按照日期排序好了 比如这个删掉 然后呢 再利用 这个地方的 A1 游标放A1 然后呢 再按照日期 Z到A排序 那就可以 把它变成我要的结果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期 Ctrl向下 应该 这个是 最后一个日期 但是这个最后一个日期 显然有点 错误发生 它这个日期是什么 1954 12月30 这个可能再看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错误 好 如果说我假设 我要用刚刚这样的方式来做删除 资料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你可能要知道 排序该如何 做程式的撰写 那排序的话呢 基本上 如果假设你用录制聚集的话 它会得到的那个程式码非常融长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要用那个 这个 VBA来撰写的话 那首先第1个 我先在这边 把原来的 这一串 这个sub先把它注解掉 然后呢在底下 我在做程式的撰写 那其实如果你 你会写 排序的方式的话 理论上大概这边 只要个 三四行程式 应该就可以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至于怎么做 我想 请各位先 试试看好了 那我再看看那个 刚刚的错误 的问题 到底是 哪个地方有问题 OK 试试看 我先认试看